說到市場風波 中國這邊有個電動車品牌 叫威馬汽車 最近傳出破產了 然後威馬的創辦人沈輝 留下了一屁股在410億人民幣 折台幣大概1800多億的融資跟欠債 然後就屁股拍拍 跑到海外去了 昨天威馬汽車發聲明說 沒有沒有沒有 公司沒有申請破產 沈輝也沒有落跑 講是這樣講 但其實從他的財務狀況來看 市場認為威馬已經 基本上不太能走下去了 也基本上跟破產沒什麼兩樣 如果現在給你一台威馬車 你最想做些什麼 我想開在最熟悉的路上 遇到想不到的驚喜 金曲歌王代言力挺 我現在恐怕連肖靖騰也沒想到 曾被稱為中國電動車 四小龍之一的威馬 現在面臨破產危機 這台車現在什麼電話也停了 然後那個服務器也停了 很多功能不能用了 威馬車主就怕成了受災戶 紛紛實測愛車車機 手機鑰匙APP還能不能使用 而威馬破產消息哪裡來 看看中國全國企業破產訊息網 這個月九號就曾發公告 威馬汽車申請破產 時間回到上個月 威馬創辦人沈輝更發表文章 說自己去了慕尼黑紐約 但卻被網友抓包 發文地址是北京 現在跟傳出省輝留下超過人民幣411億元 折合台幣1800多億的融資 債務逃亡海外 10月18號威馬發文澄清 公司沒破產 省輝也沒走人 博士廠早就對這家 曾拿到410億募資的市場 新寵兒判了死刑 據傳出大概400多億 燒了380億到390億 所以基本上已經是自不抵債了 那現在不但傳出欠薪 車子也做不出來 就算延續下去 也不太可能在接下來 那在這個所謂的浴火蟲 其實不只威馬 中國品牌恆大汽車 去年底實際資產 來到負700多萬 中國還有十幾個電動車品牌 也面臨銷量下滑危機 他就是在市場募資跟政府拿補貼 畫了非常好的藍圖 可是有些車廠是 連一台車都做不出來 中國電動車市場 以往在官方補助資下 是一片藍海 不過在房產危機出現後 消費力道減弱 小品牌車廠就算降價 也比不過特斯拉、BRD這些大品牌 中國電動車倒閉潮 恐怕只是開示 今天我會在黃冰函才訪報到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